然后呢 最好笑的是 他真的演的时候啊 他中枪 他倒下去吗 他站起来 他在 在做一个人类的事情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 请进小剧场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好久不见了 不敢说一个礼拜挑几天了 因为真的太久太久不见了 我现在眼前的那个麦克风 我看到上面有一粒灰尘 哪里 没有啦 有一点 有点萌尘的感觉 好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就是开播以来 第一次空这么白 空不是 空白这么久 摆烂嘛 真的是连话都不会说了啦 真的 来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那个案子嘛 还有那个案子啊 好像都跟我有一点关系 对 知道的不要问 然后不知道的也不要问 对 对啊 其实真的 我还是会觉得啦 就是做节目 其实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轻松 我们才会做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节目嘛 那当然要先求我们的身心健康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不会很有罪恶感 我不会很强求 对 真的 我必须要说像 星座的单元 我的确碰到某些瓶颈 就是 可能一开始在做前面的几个星座的时候 我会比较有感觉 可是后面的星座的时候 我会 开始有点抓不到 那个 我就是会要想比较久 或者是比较要求完美 对 那我觉得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觉得 有feel在做 对 对对 我希望可以创作出一个 真的好的东西 再呈现出来 那如果一直feel都没来怎么办 我会让他 我会去努力的去 帮助催生他 但是我不会去强求 一定要量产他 因为我觉得所有量产的东西 其实都会扼杀掉艺术的创作 哇塞 我觉得一个艺术家 应该是要 回归到自己的本身啦 就是说 你真的有好的东西 你再分享吧 对 反正我没有 没有人给我们钱啦 如果是今天我们是受雇于别人 那当然不能这样 对 我觉得创作者 应该都是会要 需要有一点 时间来沉淀 对 对 我觉得不要强求 所以你说 做节目也是 我们的节目是艺术 当然 哇 广播是艺术啊 podcast当然也是艺术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用声音来 呈现出所有的故事 对啊 就是一个艺术 完全没有问题 对啊 确实啦 就是在这个 空白的日子当中啊 就是你知道 我就是在忙某个案子嘛 然后我心里就是觉得 到底为什么要 写这些鸟东西 然后终于交出去之后啊 我觉得我本来以为 就是我可以 很迅速的回到我们做节目的状态 就是好 我们赶快来追进度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有一个 非常非常就是 沮丧低落的一个 一个小时期 就是 好累哦 我到底为何而战 其实在 你还记得在我们刚开始 做节目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就预示了 这个状况嘛 嗯 我就说我们一定会碰到瓶颈 对对对 而且一定会碰到一个 倦怠期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就是像是你知道 那个好和弦 嘿 他他现在也说他累了 他不再去做 呃 教学影片了 可是他的累 并不是来自他自己本身啊 而是外力很多的就是 呃 否定啊 或者是一些法规的东西 自己也会 哦 对他就他有说 他就说 没有东西是永恒的 嗯 所以我做我们的节目 我也不觉得 我不想要给自己一个 很明确的规范说 呃 我要永远的做 就是 每周三更这样下去 嗯 因为我觉得人是会匹配的 对对 而且人是需要 input的 对对对 对所以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告假很久 嗯 我相信就是 愿意等的就会愿意等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会带来更 不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 呃 就是 我觉得还是自己是最重要的 嗯 呃 其实你刚刚在上节目前 有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我有沒有 觉得 疲惫 就是倦怠期 就是你在本业上面 有没有曾经怀疑自己 就是我为什么要从事广播 有 嗯 就是 发薪水的时候 然后 会觉得 赶快这一集给你老板听 就看立刻 呃 应该是发薪水前 就会看到月光 在那个我的存款簿上面 整个浮现出来 而且很大很圆的那个月光 哇塞 然后还有就是 城里的月光 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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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就是 有时候做一些自己觉得 没有说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嘿 譬如说 花了很多时间在拍音乐 但是 呃 就这样子 大家也都没有回复 就这样 非常懂 对 非常 但是我觉得人生 就是要自己找乐子 对 然后我一直在想说 其实我在过程中 我要去享受 一个有乐趣的事情 我应该是要 真的用心的去做 譬如说 即使说我做一个节目 我没有很感兴趣 嗯 可是我应该要去 让自己感兴趣 嗯 对 就是 譬如说 我最近有 省厅啦 就是别人 这是别人提供的节目 然后我要去 听有没有问题 然后上架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节目 其实是跟理财 或者是 投资 或者是产业相关的 嗯 真的很深很硬 嗯 可是我就 还是觉得 好啦 那我就 尽可能让自己 爱上这个节目 嗯 所以我也会去看一些 产业新闻的报纸 嗯 然后我们现在公司的人 也是会 有办那种独报会啊 就是一起看 那些什么 一些产业新闻 嗯 我真的是看得超吃力 嗯 可是我觉得 反正你做节目嘛 你越多东西 你越能够讲出 很多融会贯通的观点 所以我现在也是 你就是先骗自己说 我会有兴趣的 然后你就去接触了 对啊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 那当你有这样子 学习的热忱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忘记一些 嗯 觉得没有意义 或者是痛苦的事情 嗯哼 嗯 对 就是在做那种 很枯燥乏味 然后会让自己觉得 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 确实是要 嗯 想一些 呃 属于自己的价值吧 对啊 就像是 我有时候会写一些奇怪的稿子啊 然后我会花很多时间 在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做不快 然后我也没办法 就是随便的草率的交出去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 去修改这样子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总是会觉得 我到底为什么要 就是领这么 其实时薪平均来说是蛮低的 可是我觉得没什么成就感 嗯 但是 很偶尔很偶尔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受访者会 呃 写信给我说 哎就是我觉得你写得非常好 嗯 这篇文章完全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你 希望下次我们可以再合作 这个信寄来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的感动 会感动一阵子 就会成为我的动力 嗯 嗯 就是像我今天我们不是去 那个亲子馆吗 然后你就有推荐我一个 一个作家叫 叫什么生的 反正就是他是 画一本叫做 我好无聊 对对对 对然后他里面有讲到一个 就是有画了一幅画 就是有时候是很无聊 就是一个曲线 有时候很低落 有时候很开心这样 然后因为如果没有无聊的话 就衬托不出开心的那种 没错 开心的 没错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 你在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你就要想着说 那是为了帮有趣的事情铺路 譬如说到假日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开心的玩 没错 然后更开心的睡觉 什么的 嗯 对啊 所以 我觉得人生就是高高低低啊 是啊 要一路平顺的 没错 如果一直都很有趣的话 就没这么有趣了 对而且有时候你要必须要等待 就是你为了一个等一个阳光灑落的一个奇迹的时刻 你必须要撑浅 然后先把自己交给 我觉得不管是交给主或交给什么神明啊或什么都可以 就是你去把自己交托出来 不要有自己很多的太多的主观的意识在里面的话 其实你就会过得比较 蛮宽心的吧 嗯哼 对啦 所以就是以上就是我们在解释 为什么都没有更新节目的原因 嗯 就是 就是懒了 就是被工作拖着跑 然后觉得 今天不想做节目 诶可是我要澄清哦 我就一直有在问你 要不要做 对 其实我的下一集的那个星座我已经做完了 但是就是 就一直这一步 你就一直卡 对然后我就跟你说 下午 明天 晚上 不要骗了 隔天 哈哈哈哈 一直在拖 对 但是我觉得我这两天终于又回到了那种 可以在准备过程当中 有进入一种心流的感觉 就是哦 我现在开始 呃 就是正比即输啦 什么叫心流啊 就是那种 可以进入到一个类似心无旁骛的状态 甚至你忘记的时间 比方说 我常常会查一个资料 查一个下午 嗯 我就 哈 是已经这个时间了 这种感觉 嗯 这就是我 还蛮享受的一个时刻 就是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 即使它真的是一毛钱都没有 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等到我的心都长流 为什么 心流啊 哈哈哈哈 哎呀我反正就是这样子啦 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就是多多包涵 然后呢 可以多来留言吗 哎我觉得今天感觉 我已经快忘记这件事情了 哎呀我觉得今天感觉很像是在闲聊的那一集耶 不像是日文请你小心 好那就移到礼拜一去播 哈哈哈哈哈哈 啊没有啦就这样 所以呢我们今天刚聊那么多啊 其实就是要聊说 如果你在工作上面就是遇到了瓶颈 嗯 你不是很讨厌你的工作 也不是那么喜欢你的工作 然后遇到一些鸟事的时候觉得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呢 那些价值或是一些闪光点 那个光芒啊 是要在某些重要时刻 才会迸发的 那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个时刻 对啊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就叫做 啄木鸟与雨 好难念哦 对而且乍看之下 是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是下雨的雨哦 对对 啄木鸟与雨 对对 好那啄木鸟与雨的日文叫做 きつづきと雨 きつづき就是啄木鸟 哦为什么叫きつづき啊 它是有点像是撞声词 哇你真的很厉害耶 因为很像真的有那个在啄的声音 对对对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啄木鸟 它是啄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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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啄的那个声音 对 而且き是木头的木嘛 哦对确实是 对那きつづき都是片假名写的 と就是汉 雨就是雨 きつづきと雨 就是啄木鸟雨 嗯 嗯对 这个真的是 会觉得好像是童话故事嘛 对 的一个片名 老实说我乍看之下 我根本就不想看这部片 完全没有点进去看的那种欲望 但是因为它是冲田修宜的作品 我想说应该是不错 冲田修宜拍过什么 就是我们之前聊的那个嘛 南极料理人 嗯 一起去看瀑布 还有横道是之界 等等等等的 嗯 它的风格我觉得是比较 呃算是平淡 但是中间有一些 让你会心以笑的幽默感 然后还有一些 很暖心的感觉 人情味 对 对 对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导演 对 它看似没什么重点 好像很松散 可是其实它想要传达的东西 都在那些故事 还有那些 好像没什么的情节里面 在对白里面会慢慢的呈现出来 对 嗯 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就是 有点让我笑中带累吧 嗯 那啄木鸟鱼鱼的上映时间呢 是在2012年2月的时候 在日本上映 同年7月在台湾上映 嗯 它在台湾的台北电影节 也是闭幕片 在当年的时候 真的是 好评不断 嗯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 蛮多人喜欢这部片的 对 嗯 它其实这部片 它的主题呢 就在讲电影这件事 对 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 这样子的电影 都会让人觉得很喜欢 因为 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可能 有时候会忘记 自己在看一部电影 嗯 你就进入了角色的世界里 可是当它在提醒你说 拍电影背后的故事 才是更 比电影本身更有趣 或者是更深刻 对 就是所谓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嘛 嗯 那 这个时候你会提醒到 你自己就是说 嗯 其实我们 看电影有时候是想要 逃到一个黑盒子里面啊 是一个 嗯 想要逃离这个世界 逃离你的 平凡的生活 可是其实它会提醒你 平凡的生活 其实有时候才是 最精彩的 嗯 对 所以 像譬如说像法国 呃 楚福导演 有一个新浪潮 法国新浪潮 很伟大的导演 叫做楚福 嗯 它有一部叫做 日以作业 这个 这部电影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经典 在讲拍电影的时候 嗯 的那些人的故事 嗯 对 那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 嗯 我觉得是比电影本身 还更精彩的一个故事 你看完了吗 我有看 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有看过 可是 有一点忘记 可是我就是 记得它的那种 就是很 在拍片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 意外的状况 嗯 对 那真的是高潮叠起 但是觉得 哇 在拍电影也太辛苦了吧 嗯 不说别的 就讲下雨好了 你本来要拍个晴天的故事 结果他下了雨 对 怎么办呢 你就只能等雨停 而且大家有时候会觉得 诶 那就等雨停啊 可是 你每出一次机 譬如说你的临时演员 这些都一起来 他就是要烧一大笔钱 对 那如果你整天都在下雨 或者好几天都在下雨 那你是不是要烧越来越多钱 那真的就是 反正就是拍电影 就是一件超级 有点像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 对啊 你看很多人拍电影都负债了呢 对 你看凤家家 我就不想讲这个 你讲的干嘛 我讲有些人的时候 就是不想讲他的名字 没关系 他自己都拍很多鱿鱼游戏了 他应该也 他应该也 就是知道了吧 希望他可以赶快动扇在一起 对 那讲这么多啊 啄木鸟跟雨 这两个东西 其实跟电影一点 好像八杆子不 打不着 对 是八杆子吗 对 对 就好像没什么关系嘛 但是其实 是很有关系的 那我去查了资料啊 其实冲田修一这位导演 他就是有特别提到说 他其实并不想要 呃 这么快的在 大家看到片名的时候 就知道 哦 就在讲电影的事情咯 这样子 所以他刻意的 把这个名字 取得好像还蛮模糊的 然后让大家感到有兴趣 来看 哦 原来电影啊 哎呀 这个下雨啊 跟这个啄木鸟 或是里面的一些人物情节 是有点关系的 嗯 因为啄木鸟就在讲 其实他里面的主角就是 伐木工人 对 对 就是跟啄木鸟做的事情很像嘛 对 好 伐木工就叫做 Kikori 就是伐木的人嘛 对 那这个男生是 一所广司饰演的 影帝耶 对 他真的好厉害哦 我觉得他把一个就是 呃 丧妻的一个工人 然后儿子又在家里面闲富啊 然后觉得 好像很没用 自己真的是 感觉他生命没什么价值 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他有一天发现 哎 有人在拍电影 哎 好像蛮好玩的 好像就忍不住加入了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对 而且他一开始 并不是那么想要加入的 我觉得啊 心理学真的是蛮有趣的 就是我看过一个心理学 我忘记他叫什么的 什么 我忘记他的学 学书的证券名称了 嗯 他是说就是 如果啊 有一个人 他想要 呃 你做一个选择 或者是呃 为你做一个决定的话 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说 请你帮我做A决定 你可以请他 做一个小A的决定 再做小B的决定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 把他拉到大A那个地方去 哦 对 我觉得可能是教养啦 或者是你要说服你的伴侣啦 或者是你想要出国留学啦 你要去说服什么人的时候 对 都可以这样做嘛 嗯 那这个一所广司 这位伐木工人 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角色 他原本是不想去帮忙那个剧组的 嗯 可是他不小心慢慢慢慢就陷入了 对 真的这个故事 这个这个其实整个看的过程 其实坦白说 还是要精神好一点 因为他也算是那种步调偏慢的 我觉得你好像看了六天才看完 没有因为我同时有在看鱿鱼游戏 然后就是鱿鱼游戏是巨力万局嘛 所以有时候就是看一看就觉得 还看鱿鱼游戏 我觉得比较刺激 那你还怪我 你还约我看 对 我觉得就是你要转换一下心情 因为有时候 当你一直看那种比较平淡的片 然后你还是要去 不要再解释 我们刚刚十分钟前已经解释完 好 我就懒了 小睡了 那这个一所广司饰演的伐木工人 他叫做阿克 他的名词叫做暗克燕 暗是河暗的暗 克是巧克力的克 然后燕就是那个颜色的眼左边的地方 嗯 那这个日文叫做 这个男生 那因为他这个名字很难念嘛 我们就叫他做阿克 嗯 艺术广司演的 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大叔咯 然后就是 伐木是他的工作嘛 然后可能他就是每天都要 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 一早起来做早餐 然后为自己那个没有工作的儿子 做个便当 然后就上山去砍柴 就是拿那个电锯 然后很厉害的把这个树木给砍倒这样 有一天呢 就是他在砍树的时候就发现 有一个人 然后我跑来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那边在拍片 这样子 他说阿怎样 这样子 拍开子还听不懂 拍片 对 然后呢 就是在拍片嘛 他说阿然后呢 这样子 他说 如果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就是用电锯的话 我们会 这个声音会收进去 然后呢 这样子 然后就是可不可以请你 先暂停 哦好啊 那我可以用手砍吗 这样子 他要砍那个 就是修 树枝 对 修小树枝这样 嗯 他就停下来了这样子 就是他们的邂逅 对 第一次的相遇这样子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拍电影 就是会影响到什么事情 对对对 他完全不懂拍片 对 拍片就是很怕吵啊 对 真的 哎对啊 你是一个电影系毕业的 你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吧 哎可是 你讲到这个 我就觉得很有趣 其实有时候 虽然说 吵 你会不喜欢 可是 有时候你会 你知道有时候 会增加一点点 很有趣的一些 环境音吗 对 像我记得我们以前 就是有看一部电影啊 他是 一个 波兰籍的一个导演啊 骑士劳斯基 他 导了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电视影集 叫做 十戒 嗯 十戒嘛 就是你知道那个摩西班的十戒 他就是用 十戒里面所有的那些律法 然后去 套到现代生活 就是大家的 现代人的生活 中 如果要继续遵守这个十戒的话 会碰到哪些困境 嗯 其实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然后我记得 我最记得有一个 一个单元啊 他就是背景有收到孔雀的叫声 哦 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的老师 他就跟我们讲解说 因为孔雀 你知道孔雀的个性 是很虚荣的嘛 嗯哼 他就意外的跟这个角色 有了一个对话 哦 就是 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说 哇 其实有时候你 一些意外状况 其实会增加到一个 呃 你无法想象的一个 撞击出一个 很有趣的连结 嗯 对所以有时候你 你虽然说拍片有些人喜欢的是完全在导演的掌控中 嗯 可是如果你是 非常非常大方的接受所有的改变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对 然后有些人就很享受这种事情 就是 就是会有一个全新的意义产生 搞不好那个人 他比如说他 听到 比如说他拍这个 这个片 然后听到这个伐木的声音 也许 这个厉害的导演的话 可能就会改下故事 哦 对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三菱就是被拒断 那可能是为什么啊 也许就会有这样子的 你知道导演其实是要一直去 他拍片的时候要一直眼观八方 耳听四方 要去 一直去做很多的调整 嗯哼 对啊 就是要滚动式调整 就是当时有什么状况 就要直接来做改变 是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 不小心收进去的一些声音 或者是一些影像啊 搞不好会变成之后乡民 探索的一个 有趣的地方 对不对 对 对 比方说什么之前不是有MV吗 就是哪一个 是童话是不是 就是光粮不是有一个什么 然后 那个是看 拍到 是不是拍到 对 是不是 不是不是童话 是掌心 哦 对 那个是五音两品 对 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是 那个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这种事情也是 穿着符合 你看 这样是不是大家都会想点那个歌来看 对 不是来唱 还有那个啊 就是玫瑰园 那是什么 就是李文的玫瑰园 他有一个白影飘过去啊 真的啊 等一下 你看给我看 我们歪楼了 不是在讲灵异的事情 对啦 好 那就是这个伐木工人呢 他就是好吧 你要拍片 那就直接让他拍这样子 但是呢 他就想说 到底拍片什么东西 他一直都没有一个头绪嘛 嗯 可是呢 这个时候 就是天色有点不太对劲了 好像要下雨了 他就根据他的这个经验判断说 啊 可能马上就要下雨了 所以我们赶快去休息吧 这样子 果不其然 马上就下了倾盆大雨 嗯 哇 我觉得这个伐木工人 真的是很了不起耶 他必须看天吃饭 对不对 就是他不能够想砍就砍 他也是要看天气怎么样啊 然后就是看之后 这个 整个山林的状况如何 才能够做下一个判断 连人丽鱼都要打电话问他 谁啦 去笑主播 没有 我真的觉得那个是 他们的直觉耶 他们其实可能闻味道就知道要下雨了 对对对 看一下那个 对啊 搞不好有些人看那个台风草 再这样转一转 就知道 风要来了 OK 那回到电影本身 这个阿克呢 他就是呃 休息之后就开始跟他的一些同事聊天啊 就比方说就是他们 有人很喜欢吃甜食啊 哎呦 这边有个羊羹啊 来吃一下吧 可是阿克他可能是 有一些 呃三高的疾病吧 他就不太方便吃 然后我不太能吃甜食这样子 然后又继续聊 聊到说哎他有个同事啊 儿子刚出生没多久 一个三岁的 还蛮可爱的这样子 然后那个同事就开始 用他的手机来献他的照片 晒照片说 哎你看我儿子很可爱吧 这样子 然后这些都是伏笔哦 关于甜食啦 关于这个 小孩 小孩子的部分 只是之后都会变成 就是一些剧情的一些构成这样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大家可以在这边 先稍微先留意一下 这是剧本的巧思 嗯 好 那 那故事就慢慢走到后来 这个阿克呢 有一天他就是 按照自己的步调 还有准备要去上工的时候 就看到了 剧组的人 他们的车子抛锚了 嗯 那其中呢就有一个人 是上次请他 暂时先不要砍树的那个人 嗯 他的名字叫做 托利一 就是鸟居 哦 对 托利一 对 对托利一这个男生 其实他呃 这个饰演男生 他叫做骨管宽致 其实在南极料理人 也曾经出现过 嗯 虽然不算是非常抢眼的一个角色 他就是寻人 就是主任那个人 哦 他有很多胡子 这样子 嗯 你忘记了吧 我 没有很有印象 他在那个 履带车上面看漫画 哦 就这个 放一个屁 哦 那因为他的形象差太多了 不是他放屁 是谁放屁 是另外一个人放屁 对 就是他啦 对 然后因为他后来就是在这个 你说的是南极料理人 对 然后这个骨管宽致 就托利一这个男生啊 就是呃 他算是助理导演 对 然后呢 他就是呃 有点像张罗各种大小事嘛 旁边有一个男生 是一个年轻人 他就是小丽群饰演的 嗯 他是另外一个角色主角嘛 对 那这个男生呢 他真的是看起来没什么用的感觉 就是头发乱乱的啦 然后穿的也很邋遢 我觉得小丽群 他长得很像右胜耶 哪有 我在看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很像右胜 会吗 某些角度 是哦 对 有 真的吗 我觉得有 嗯哼 嗯 好 那这个小丽群呢 他的名字叫做 他演的角色的名字 对 他在里面演的角色叫做 田边信一 日文叫做 Tanabe Koiji 嗯 这个男生啊 就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处的感觉 就是好像在整个剧组里面啊 唯唯诺诺的 像是打扎小弟 对 就是叫他去买便当啊 或是叫他干什么 其实都是可以直接下达命令的感觉嘛 对 但其实 对 那之后再说这样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比方说 就是阿克看到他们车抛锚了 就帮他们栽一层啊 然后后来就是 带他们去看景 比方说他们需要拍一个有核的这个 要穿过核岸的一个 一个镜头的一个场景 请他去看景 这条核不行 他曾经有泛滥过 所以你应该去找另外一条路 因为他是当地人嘛 所以他就是带他们去找很多不同的地方 这样子 在过程当中呢 阿克觉得 这个小力巡啊 这个Koiji 真是没用耶 很不积极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 奇怪 这个剧组的人 怎么这么的都不 呃 机灵一点呢 就一直骂他这样子 他一开始怎么叫他的呢 他叫他 欸 若いの 若い就是那个年轻的意思 你那个年轻人啊 你快点过来 怎么不去帮人家呢 这样子 人家就是助理导演 都已经在这边 就是一直给他很多的指责这样 嗯 后来呢 又叫他 使いないの 使いない就是 不能够用的 没用处的 他只是一个伐木工 他管太多了 因为他就是一整个 就是在帮他们 看警的时候 就觉得 欸 你也不会认路 你也不会去帮忙 人家什么什么 什么事都没有在做 你到底在那边干什么啦 然后呢 小力巡 他就想说 呃 我要去做这个事情吗 我 我要吗 这样子 废话 你当然要去啊 你这么年轻 你根本没有用处的 赶快去 这样子 嗯 结果殊不知 后来就是 他的身份 并不是一个打杂的 等一下再说 我还以为你现在 就要破梗 我一直很想 听你破梗 好 那我要先讲一个 重要的场景 就是阿克在 带剧组在看警的时候 就发现说 欸他们好像 需要多一点角色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谷管宽致 就是脱离 那个鸟居 那个助理导演 就说 嗯 真的不好意思 刚刚请你带我们 去这么多地方 我们还是有一件事 想请你帮忙 嗯 可以吗 这样子 然后下一个镜头 他就被化妆成僵尸 对 对 他其实是 他们拍的电影 是一个跟丧尸有关的影片 对 好 僵尸丧尸的日文 叫做Zombie 对 哦 是英文翻的 嗯 对 然后那个 Zombie 对 然后那个 然后僵尸片 僵尸电影的日文 就是Zombie Egg 嗯 然后僵尸的妆 就是Zombie Make 这样子 哦 Make 对 Make Up 对 嗯 对 化妆 你有在学英文是吧 当然啦 没有 没有啦 这些 这些术语 以前有学过啦 对 好 然后呢 就是阿克被 有点像是被半 呃 半强迫的 就是化了这个妆嘛 嗯 然后就开始演戏啦 然后呢 就是工作人 演得很烂 对 工作人就说 等一下吼 我们会有什么什么人 会这样经过啊 你就是 可能会中枪 然后呢 中枪的时候 你就要倒下来 然后再站起来 然后你会中枪 然后再倒下来 你就站起来 这样子 嗯 然后你再过那个河 知道吗 这样 然后他就觉得 到底为什么 然后呢 最好笑的是 他真的演的时候啊 他中枪 他倒下去吗 他站起来 还拍拍屁股 还做一个人类的事情 他完全没有 成为僵尸的自觉耶 我跟你讲 如果这个导演 他找的是我的话 我立刻被升等为主角 太想戏了 我一定会倒得非常非常的 华丽完美 我都想看了 对 对 在那个拍屁股的时候 我真的傻眼 哈哈哈哈 我就觉得 你到底会不会演戏呢 果不其然 就是有另外一位 就是也是在拍片的 一个剧组人员 就说 哎 你这样不行啦 就啊 你这小小的 你也是被拍到了 你不要这样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好好的演 这样子 嗯 好 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说 到底啦 可是他也是没办法 就是配合了几次 这样子 好 拍摄结束了 嗯 他就是 准备要离开了嘛 结果呢 化妆室跑了 没有人帮他卸妆 而且还要自己回去 这样子 他就很生气 这个他也没有专业了吧 对 然后他就是叫那个小力群说 哎 我这个妆怎么办啊 我现在 我到底人要怎么办呢 这样子 他就说 呃 你可以走了 那你可以自己回去吗 你可以回去再卸吗 对 因为我们化妆室 已经到下一个景点去了 那 那就 拜托你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 阿克就慢慢的起身 慢慢的逼近 小力群 对 然后镜头就到这边结束 我觉得很好笑 对对对 他很多这种 就是 有点习干 可是又没有给你一个答案的那种 对 镜头 好 镜头 哈哈哈哈 因为跟你讲 小力群啊 群 好 那这一场戏拍完之后啊 就是原本阿克 就是原本阿克想说啊 我就回归到我的原本的法木生活了 不 这才刚开始呢 嗯 就是有一天 他就发现那个 呃 拖离一来敲门 嗯 就说 诶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晚上啊 要看毛片 对 什么是毛片 毛片呢 就是 这个影片拍完之后 你没有很细部的剪辑 甚至有时候连就是 你打版的那种画面 也可能会保留 哦 就是只是大概 让你知道说 整个顺序是这样子 这个叫毛片 就是 有很多毛边 不够完美 也没有调光 什么都没有的一个 也没有配乐 的影片 甚至有些地方 音效都没有做出来 譬如说 他不是有一个 他叫那个阿克演的时候 不是说 等一下你看到 有人挥手的时候 你就 就代表是开枪了 你就要倒下嘛 其实那个挥手的意思 就是说 他可能是 事后才要配上枪身 嗯哼 对 类似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对 然后 所以这个头离一跟他讲说 那我们今天晚上要看毛片 你可以来看吗 毕竟你有入镜吗 这样子 然后阿克想说 我干嘛要去呢 不过心里一个好奇 还是去了 然后在放片的时候 不就是 会暗暗的嘛 呃就是 这个房间会暗暗的 对 所以呢 就是他就躲在后面看 这样子 嗯 好 那在看的时候 他非常的感动 看到自己 就算他看到他自己拍拍屁股 他也是 非常的感动 我在大荧幕上 这个土包子 土包子 土包子下面 就是 你知道对 真的很多人会觉得 那个是一个奇幻时刻 对就是妈我上电视了 对我在这里 对 那我觉得真的对于一个就是完全不了解电影的人 他真的会第一次踏入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神奇 非常有魅力 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呢就是当阿克在黑暗中看到自己出现在大荧幕上面的时候 那个旁边的配乐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非常的妙趣 对对对 妙趣横生 是有点类似水晶音乐的感觉 其实他不是水晶 他是 嗯 其实我有点忘记了 可是就是会让你觉得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他会给你一种好像同趣的感觉 对 然后我觉得也 也许就像是这个阿克他心里面有些 东西被撩拨起来了吧 嗯 就是 也许我是个电影咖 哈哈 这样的感觉 只是一个远远小小的一个丧尸的角色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啊 这个感觉非常好嘛 隔天他上工了 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 就跟其他的同事也是一样伐木工人在聊天啊 然后就有一个同事问他说 诶阿克啊 听说你昨天有跟那个拍电影的人们一起耶 这样是在干嘛 然后他又说 而且你是不是还上镜头啊 这样 嗯 然后这其他人就 真的假的 不会吧 你上镜头你拍片 这样子 然后呢阿克还在那边 假装 假掰的时候 阿没有啦 就是就在一起一下 而且大家还想说 诶仔细看你还蛮帅的 哈哈哈哈 确实是蛮帅的 然后呢 他们就一直想要知道更多 说那你到底拍了什么呀 这个时候 我终于要进入 日文情境小剧场的单元的部分了 就是日文的教学部分 嗯 他就说啊 まあ ちょっと 啊也没什么啦 就是一下子 好 做什么事情呢 他说 阿瑞で 倒れて 哦 我就是想要请你 阿瑞で 就是走路 然后呢 倒れて 倒下来了 哦 对 然后呢 また 立って 哦 然后又站起来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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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其他人的反应 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呢 鉄砲で 鉄砲就是 呃 枪支枪械的意思 嗯 打れました 被打中了 被枪打中了 Action 对 哦 Action呀 这个是 那个动作片啊 对 其实他没有那么刺激 他就都是 静静的镜头 对对对 可是他们就想说 好像你走一走就倒下来 然后又就站起来 又被枪打到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 感觉像 零零溪的感觉 没有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是 丧尸那样子的片吧 反正觉得是英雄片 我觉得他在讲这段的时候 我觉得超爆笑就在这边 就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什么片 所以他们才会说 Action呀 这个是动作片来着 かっこええ 因为他们是关系人 他们就直接用这个方言来说 本来是かっこいい 好 变成了かっこええ 诶 这个电影好像 他们这部片好像是在 齐富现拍的 对 对 然后呢 这其中一个人又说 ほいで ほいで也是方言 就是それで的意思 就是然后呢 你倒下来了 又站起来了 然后你被枪打中了 然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 阿克又假装 就是没什么的样子 就说 で また達成 然后我又站起来啦 然后我又站起来啦 你刚刚做点反应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歩くやろ 歩くでしょ 就是 然后我又在走 不是吗 然后我被打中了 又站起来了 然后我又走啦 然后呢 また 打れるんや 你刚刚要一个 没有 你要解释是什么意思 对 然后 对不起 然后我又被枪打中了 你刚刚都一直在重复啊 就是根本就 这部电影真的很无聊 他就是在一直重复这些动作 就是走一走 然后就是又倒下 又站起来 又就被枪打中这样子 就不停的重复嘛 就其他大叔们 就非常的震撼 就说 哇 すげ すげ ちょすげ 实在是太棒 太厉害 太强了吧 这样子 然后 这个 他们的反应啊 让阿克心花怒放 我好像真的做了一件 蛮不错 蛮了不起的事情呢 好 所以他觉得 我必须要继续帮助他们 这个剧组 对 就是有这个同侪的鼓励之后 他就会有动力 没错 继续进行下去 对 没错 所以呢 当天他就去泡了一个温泉 那这个温泉好像在当地是一个 就是一个 是一个秘境 然后没什么别人知道的 他的汗字还蛮特别的 就是雪场 雪是洞穴的雪 场是市场的场 就是指说 就是只有 少数人知道的一个好康的地方 没什么人知道的 他在那边泡温泉嘛 然后他在那边遇到了小绿巡 嗯 对 那小绿巡就是 看到说 啊 上次那一个被我化妆成那一个纵笔的人啊 他就是对我很生气 我竟然要跟他坦诚相见 然后他又跟我一起泡澡 好害羞哦 我觉得觉得非常的尴尬 嗯 好 这个时候阿克 就说 诶你来了 这时候他改口了 他原本叫他 若いの 使えないの 对不对 对 本来叫他就是年轻人啊 或者是那个没用的小家伙啊 接下来这一场戏 他叫他 映画の人 诶 拍电影的 拍电影的人 来来来来聊一下 嗯 什么片啊 这什么 这在讲什么片啊 就是很想要知道更多这样子 对 对 然后还说 昨天那个毛片我有去看哦 嗯 这样 然后小绿巡非常的震撼 嗯 因为他其实在看毛片的时候 他躲起来偷偷的哭 嗯 你有看到吗 没有耶 对 他就是在黑暗当中就是 默默的流下眼泪 就是我到底 为什么要在这个剧组里面 拍这奇怪的东西 嗯 对 对 那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阿克他 开始对电影感到有兴趣嘛 他很想要多靠近 这个小绿巡一点 在大枣缸里面 他就一直想要靠近他 然后小绿巡就一直想要躲开 对 靠近又躲开 靠近又躲开 这样子 嗯 但是终究还是洗完澡了 然后小绿巡就说 嗯 我明天有事要回到东京一趟 你可以载我一程嘛 就请他用小卡车 载他到这个车站去 嗯 然后路上就有跟他讲 剧本嘛 对对对 然后这个 阿克就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 可以告诉我嘛 然后 小绿巡都去讲说 啊其实也没什么啦 就是一个 嗯 就是一个 很多僵尸啊 冲来冲去啊 大家就很吵 闹的这样一个电影 这样子 他说你才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多讲一些 我想要知道更多 这样子 嗯 然后他就说 好吧 没办法就讲了 他就说 哦 他就是一个未来的日本 为舞台的故事 然后因为文明崩坏啦 然后日本人很多都死光啦 就变成了原本的人口两万分之一 嗯 就差不多是六千人左右 嗯 这样子 那小绿巡 我就叫他 Koichi好了 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信一 好 他就说 嗯 就是他 讲到这边的时候 Koichi就停下来了 就说 面白いですか 嗯 他一直在确认 对 这个 我讲到这边 你觉得好玩吗 然后说 当然好玩啊 快跟我讲更多啊 这样子 他就只好继续讲 嗯 就是 这些人啊 剩六千多人嘛 他们有一个困扰 就是 呃 因为 因为有丧尸入侵的关系 他们的baby 好 在他们的生出来的后代 有可能会是丧尸 那如果他们发现 baby是丧尸的话 是僵尸 必须要把他们杀死 就是 呃 把他们放水流 这样子 放到河里面 让他们离开 嗯 毕竟 呃 僵尸就是如大家所知嘛 就是一个 呃 会 呃 吃掉人啊 会感染的一个 有危害的一个 生物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时候 阿科又说 哈 会吃人哦 哦 会这样子哦 哈 又把人家杀掉 好过分哦 这样子 非常的入戏 嗯 然后 Koichi又问说 我没有事吗 嗯 真的有趣吗 当然有趣啊 想要知道更多 这样子 嗯 好 那就是他在 讲这些故事之后呢 就车站就到了嘛 然后 这个 Koichi 就把 一本红色的剧本 红色封面的剧本 就交给了阿科 跟他说 这本 请你收下 好 感觉你对这个蛮有兴趣的 就给你吧 这样子 嗯 他就准备去搭车了嘛 对 原来啊 他并不是 要回到东京一趟而已 他要回去了 他要走了 这样子 他想要离开 呃 拍摄点 他想逃离 对 可是你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工作 指称吗 他是 导演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康徒 对 康徒 就是监督那两个字 除了有这个电影的导演 戏剧导演之外呢 他有那一种体育教练 或是整个管理职的 那个意思 嗯 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指称吗 对 对 在这个电影的剧组里面 导演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导演 其实 呃 有一些 有不同的 不同的电影 有不同对导演的一个 呃 觉得他的位阶的高低 有不同 像比如说 有些是制片制的 他们就会以制片为最大 哦 对 就是制片说的是 最大 最 就是他说的算 嗯 就是譬如说制片就是 譬如说没有钱了 然后就要怎么改变 但是有些 有些电影的导演最大 连制片都要听导演 哦 那 但是其实 你会发现在国外啊 导演其实他 只是需要认真的导戏的部分就好了 嗯 他不会去管镜头或什么的 那个镜头都是由 就是摄影师 全权负责 嗯哼 但是你会发现 台湾有一个现象 或者是我觉得 也许日本也有吧 就是 什么事情都要问导演 哦 对 很多事情呢 如果是演员问导演 那OK 因为他是跟导戏有关的嘛 嗯 那当然要问导演 但是 你会发现 台湾有些就是连美术啊 灯光啊 摄影啊 什么事情都要问导演 嗯 如果是比较有那种 霸气一点的导演的话 他可能就会说 那我要 我要你来做这个干嘛 哦 就是你要决定啊 就很像是我们公司里面 如果我们什么事都问导 试试请市主管的话 老板就说 那我请你干嘛 就是自己 就是他会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下面的人 对 自己去做 然后 我只负责导演的部分 其他不要来问我 对 哦 对 但是 美国 就是好莱坞体系 他们就比较都 各私其自 因为他们发展工业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 他们其实是很尊重彼此的专业的 然后甚至他们已经发展成 就是 其实上下班是非常固定的 嗯哼 他不会拖到时间 嗯哼 对可是像台湾或者是 比较亚洲国家 就是比较劳力 劳碌一点 就是那个制度没有说 非常非常的明确的时候 嗯哼 变成是大家什么事情都要找导演 嗯哼 对然后 会变得很没有效率 对 然后也变得就是 时间会拖很长 嗯哼 对什么 因为我觉得导演 一旦他要 他如果不好好指导戏的话 他要管所有的事情 包括预算什么各种事情 都要踏的话 那其实干嘛 那干嘛要有其他的角色 对 所以当以前我们在学电影的时候 老师就一直提醒我们说 呃 你们要做功课 嗯哼 就是如果你们可以在事前的时候讨论 比如说摄影要跟那个导演讨论好 所有的分镜 嗯哼 都讨论好了 那到时候呢 什么镜头 什么你们自己决定 哦 对就是导演也不用一直看着那个镜头 哦 他就他只要看着现场的状况 去看这场戏OK或不OK 然后他可以把它传达给场记 嗯哼 场记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说 哦 这一场可以 这几个tag 然后是要用哪一个比较好 这样子 对 导演其实要做的就是现场的那一个 演戏发生的那个状况 嗯哼 那所有的事情你要 就是其他的角色要确实回报 比如说什么穿帮了那些 都不是导演要去去注意的 都是摄影 那摄影因为他自己很忙 所以他也可能会配一个摄影助理 嗯哼 对就是 整个流程是大概是这样子 哇 真是不容易耶 是啊 所以就是大家都必须要 呃 在自己的岗位上面非常的用心 对 而且不太能够就是随便跑去尿尿这样子 也不会啦 就是镜头跟镜头之间 可是呃 演员比较辛苦 因为演员如果他穿着戏服的话 真的 不太方便 对对对 而且 像是如果是僵尸片的话 如果他是一个人类 他本来没有受伤 然后被这个丧尸吃了一口 那他就会流血 然后他这场戏如果不OK的话 他全部都要重来一次 对 这就是很麻烦的 对 那所有的这些 这些细节都是 反正就是拍 我觉得为什么我不会想要走电影 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太累 那个可能适合的是没有成家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经济 就是等于说你 要有一段时间是 呃 就是 在烧钱 对然后 吃不饱 饿不死 吃不饱 快饿死 快饿死的状况 对 因为你知道我们也有人在 就是朋友在当 就是影视作品 这样子的工作人员 嘿 其实后来变成是电视 电视人员比较稳定 就是譬如说就是拍电视节目啊 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会是 我大部分同学的出入是这样子 那如果真的有些人 可能就会拍MV 然后或者拍 呃 跟人家合作的一些动画东西 对 那或者是剪辑师什么 可是要拍一个 当一个导演 你看那个魏德森就知道啦 对 他是卖了多少房子 然后才可以拍一部这样子 对 而且他现在在木子的 还是停摆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那真的就是 我觉得当这个环境 没有很成熟的时候 其实 所有的人都是 会变成是在烧你的 用用 就唯一支撑你的 就是那个梦想 可是其实是在烧钱的 真的 对 所以他们一直要去找资金 对对对 而且那个资金也可能是 血本无归的 对啊 因为没有 没有那么多海角旗号啊 没有那么多 这样子的 奇迹式的 的作品出现 对啊对啊 真的 还是要看 当时上映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的强片跟你对杠啊 对啊 或者是当时的这个 呃 观众 他们的口味 是不是跟你想要做的 这个事情是吻合的 对 太多事情是必须要天时地理 人和的 对啊 而且其实很多电影是 你在台湾 你是先 先没有办法有任何市场的 哦 你必须要先到国外得一个奖 然后才 还会有片商 决定要发你 才能够有能见度 对啊 真是不容易 嗯 对 所以这个压力可想而知 非常大 嗯 所以扣一击 他想要逃跑 他想说 这个 这个丧尸片 我真的没有勇气拍了 就是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原来他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个打杂的 他真的是非常没有自信 对 对 他就这个剧本就交给了阿克之后 他就想要去搭车了嘛 可是被其他剧组人抓回来了 这样子 嗯 才知道说哦 原来他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呀 对 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画面又转到这个阿克 他回到家嘛 就发现他的这个儿子 他的儿子呢 就是高粱见无饰演的 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谈南极料理人 那个被兵变的那个男生 嗯 嗯 对 这个导演喜欢用一 同一批演员 对还蛮多的 都是重复的演员嘛 嗯 他原来会演戏的 然后这个儿子啊 他就说 我要去东京 对也是东京耶 然后他就说 你干嘛去东京 我说我不想要在这边 我觉得在就是乡下这样子 鸟不圣诞呢 我不要在这边 嗯 他说你要怎么去啊 我要 骑到他车去 哈哈哈哈 他说走路我也要去 对走路也要去这样 他那一场戏 其实他是在对他爸撒娇耶 对 对确实 就是他想要让他爸爸关心他 或什么的 没错 他就是 就是一直说 我要去东京哦 对 我走路也要去啊 没错 然后那个爸爸就说 你去啊 随便你这样子 对 谢谢你讲这一段 这就是我其实还要讲的 这一段台词 嗯 就是儿子啊 跟他说 出帝去走 我要出去咯 这样子 然后呢 爸爸就立刻接话 说啊 出帝去 好啊 走啊 出去啊 拜拜 出帝去 出帝去就是 出帝去 他也是一个 呃 防言 呃不是 这是一个命令型 就是你去吧 你就走出去啊 就是谁管你要不要留在这里啊 有点强硬的 对对对 就立刻就想说 儿子你要走就走吧 这样 儿子就真的出去啊 过了五秒钟之后 在外面大吼 出帝去走 好我真的要出去了呦 这样子 然后那个爸爸又继续讲的时候 好 也是方言 就是 随便你啦 这样子 其实呢 你有可以感觉到 刚刚你说的 他在撒娇嘛 要走就走了 干嘛还要在门外 再次的大喊一声 我真的要走了呦 这不是很像在分手的时候 我真的要跟你分手呦 这样子 真的不来挽留我一下吗 对 可是爸爸也是一个 就是呃 很嘴硬的人嘛 就是也不想要去 就是想要去把他留住 所以就想说他能去抓啊 这样子 好 就是 他爸爸 这个阿克啊 他其实虽然说 呃 就是也有很 在戏里面也蛮可爱的时候 但是其实他也是一个 很大男人的人 他在那个 之前一场戏中啊 就是 下雨天 然后他儿子在家里 就没有帮忙收衣服啊 他爸爸居然有打他 那个真的很生气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打人 这样子互相互殴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那场面 还蛮 蛮火爆的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我是阿克 我也会气死欸 就是 外面下了倾盆大雨 然后衣服都没有收 被淋得湿搭搭的 湿透了 然后呢 拿进来之后 儿子转过头来说 啊下雨啦 你不生气吗 可是我觉得这个阿克 他自己也有负责 他为什么不晾在屋檐下 对啊 就是哪有人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 就是晾在外面 完全 欸你这个 这家里有红衣机的男人 真的是 不是 其实你有红衣机 你也不可 你是一个伐木工人 你也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啊 就是你 应该也是要晾在屋檐下 可是我觉得他想说 他的儿子就是无夜待在家 至少应该看到下雨天 至少收个衣服不为过吧 对啦 就看到他在那边就是耍废 可以从这场戏中 我觉得导演非常的精准地 诠释出他们的父子关系 对很紧张 对而且平常没有认真在沟通 然后儿子也就是有点点刷身 对对对 好 所以儿子真的走了 嗯 可是呢 很快的就有人来敲门了 对 然后那爸爸就是有点急忙忙地跑去 说 是 现在爸爸也是关心他 对 就是啊 终于回来了 五分钟之后 然后对方 光束 就是一个人 就是 就说 是哪个小一啊 原来是姓一啦 就是小力寻 所以其实 小一跟小一两个名字 是发音一样的 但一个是姓一 一个是浩一 对对对 他的儿子是浩一 对 浩一是他儿子的名字 所以他就直接说 是小一吗 对 我是小一 我是姓一 然后一打开门 诶 你不是去东京了吗 啊 中心になりました 刚好两个人也是要去东京 对对 他们擦身而过 对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聊了起来 就是说 诶 就是我看了你的剧本 我真的好感动哦 这剧本是你写的 对不对 因为你叫Koichi 我看到你这个剧本上面 就是写了很多 很有趣的故事啊 然后上面还写了你的名字 这是你很重要的作品吧 他们就开始聊了起来 还开始下降棋 这样子 在这场戏 我觉得非常值得留意的地方 就是 这个阿克拿出了一个 降棋的一个台子 算是 棋盘吧 对 他是用这个树干做成的 木头 对 然后呢 就是可以真的拿来下棋嘛 然后这个上面有刻着他儿子的名字 就是Koichi 浩伊 然后呢 是几岁 十岁 对 十岁的时候 也就是他在儿子十岁的时候 做了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台子 让他可以跟儿子可以下棋 十岁是Ju-Sai是不是 对 Ju-Sai Ju-Sai 对 然后他们就开始聊起了这个 降棋这个台子的故事等等的 好 所以呢 就是阿克觉得说 啊 原来Koichi 信仪啊 是一个这么厉害的角色啊 他就想说 那我必须帮助他们 就跟他 就跟这个剧组 很多密切的互动 包含就是根系啦 或是可能有一些协助的地方 他就是都义不容子的去做 嗯 好 那有一场戏拍完之后呢 就是Koichi 信仪 他在树下吃午餐 嗯 然后呢 这个阿克也坐在旁边的一个椅子上 这样他们就聊了起来 这样子 对 然后阿克就先问他说 Koichi 你几岁 他说我是25岁 他说25岁啊 哦 你看远方里有一棵树 左边树来第几棵啊 那一棵树 差不多跟你一样 是25年 嗯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在旁边往几棵再看 那一棵啊 大概是60岁 就是我这个年纪啦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どう呀 就是どうですか 怎么样呢 你觉得这两棵树 看起来怎么样呢 然后Koichi 他左看右看 觉得差不多呀 他就说 嗯 他说啊 其实真的 感觉没什么不一样嘛 信仪说的 对25岁的树 跟60岁的树 好像看起来 没什么不一样啊 然后阿克就说 啊 对呀 没错 Ki ga 一年迈になるのに 雑当 100年 好 这个Ki 就是树的意思 が 一年迈 好 就是你要独当一面 变得很厉害 になるのに 要变成这个样子啊 雑当 100年 大约是要100年 我かかるだな 必须是要花100年 也就是说 树要长高 长大成人 必须要花上100年 所以 25岁跟60岁 其实差不多 都是很年轻的 我觉得这个台词 非常的有意思 嗯 他在暗示着什么呢 也许就在说 我们在很多时候 每个阶段 总会觉得 啊 我在这个时候 好像 不够功成名就 好像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 可是其实放圆来看 放到整个宇宙来看 其实每个人 都是非常渺小的 也许你觉得 他非常的厉害 也许你觉得 自己很不够好 但是其实 放圆来看 我们都是差不多的 重点是 你要如何活在当下 嗯 那我会觉得 就是他在提醒说 其实25岁 还是一个很小的年纪啊 就是 你还是有机会 茁壮成像那棵大树一样 对 没有错 更多 就是你就一直做下去 一定会开花结果 对 对 那这个时候 Koichi就说 真的吗 可是他觉得 还是有很多 自己的自我怀疑嘛 他就拿起了一个 糯米团子 就准备要给阿克 说这个给你吃 你要不要吃 他说你干嘛 你不吃甜的吗 他说对啊 他说 この撮影中 僕は甘いものを 食べなければ 无事に撮影が 終わります この撮影中 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 僕は甘いものを 如果我不吃这个甜食 食べなければ 的话呢 无事に撮影が 这个我的摄影 这个拍摄的工作呢 就会平安无事的结束 が終わります 然后呢 就阿克觉得 这什么谬论啊 就说 誰が決定的呀 谁决定的呀 然后这个Koichi就说 自分のルールです 他是自己 帮自己规定的 有很多的这个 接近迷信的这种规定 是他自己 给自己的压力 或是他的规范嘛 比方说 今天早上他 觉得 如果穿了黑色袜子的话 可能就会遭遇不幸 可能就是拍摄 不够顺利 他想说 不行 我一定要非常的 认真的 就是要 把这个 制定好的原则 先坚守住 否则我可能 就不能够 拍好电影 你们有这样子的 一个迷信吗 有耶 就是好像说 就是不能做 那个 放摄影机的 那个 那一个盒子 那个箱子 对会碎 对 好恐怖 然后要拜拜啊 我相信 对 就是一些 无形的力量嘛 对 而且要等那个箱 烧完才可以拍 对 不能就是插了之后 他就是 就这样子就开始拍 而是要等到 那个箱整个烧完 很麻烦 对不对 但是那时候就是 学长们就这样说 拍片真的好花时间哦 对啊 原来如此 好 那这场戏呢 因为他们一直在树下嘛 然后一个 就是Koichi他就坐在树下 然后呢 阿克是坐在一张椅子上面 这张椅子 是导演的椅子 对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对 就是Koichi他不好意思坐 他觉得他愧对于 导演这个角色 这个指称 他不好意思坐 他宁可坐树下吃便当 可是阿克不知道 他就坐上去了 然后直到旁边的人跟他讲说 哎 你刚刚坐那是导演的椅子哦 好 这个时候呢 他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Koichi 他是不好意思坐啊 好 然后阿克就坐了一件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 嗯 他自己用了别的木头 做了一把 石心的木头椅 然后上面贴着 Kantoku 导演这两个字 嗯 然后呢 就送给了这个 Koichi跟他说 怎么样 这是我帮你做的 这样你就不会害羞了吧 哈哈 我觉得很害羞 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他上面也刻着 姓依 25岁 没错 对 就跟他小孩的 事情就对照起来 对我觉得他就是把他的儿子 跟这个导演啊 就是有点像是 对照起来了吧 对就是 对就是 我的儿子也差不多这个年纪 然后我希望 我这个 眼前这个男生 他好像没什么自信 我希望他可以 就是可以更勇敢一些 就像是我希望我的孩子 也可以这么勇敢一样 对 所以他后来有一场戏 他就是有帮他儿子讲话 对 对我觉得这场戏就是 我觉得导演 很会说故事的导演 就是用很简单的一些 这样子的对照 就会让你知道 他们其实 在这个戏中 他其实跟他儿子的对手戏 也没有这么多 可是就是几个 几个这样子的场景的转换 你就会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这样的心境转换 比如说 他的亲戚们 就是要 说什么 哎那个 你儿子什么时候 要继承家业啊 对 没错 对 但是 那个时候 那个阿克就说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 对 就是这场戏中 让那个 他儿子才会开始觉得 好像 寄承家也不是不行的 对 对 也许也未必真的是 要离家出走 才有办法 有自己的人生的职业发展 对 其实我觉得这种 这种心境上面 其实我在访问一些来宾的时候 也很常会有这样子的 一些例子 就是 家里是做什么的 然后小孩在 一开始的时候 会想要逃离家里 就会觉得 譬如说我访问有一个 我制作一个节目 然后那个人的家里是做 木材的 就是木材有艺术的那种 但是他是 爸爸是比较坐那种椅子啊 坐着那种比较实用价值的 然后儿子就 就是很不想要继承家业 就逃到台北 可是有一天到庙里 他发现那个 做的那种木雕的作品 非常非常的漂亮 他就决定 他想要投入这个产业 他其实他的家庭的环境 其实是影响他的 就是其实会让他想要去做 相关的事业 可是他可能不会想要做 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也许就是 譬如说这个儿子 浩姨啊 他可能 也许他也会做跟木材相关 可是他不一定是法儿木 也不一定 因为其实 我觉得有时候家庭的教育是 他会耳濡目染 对 就是会让你会有一定的兴趣 可是 总是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 对 就不会想要完全跟爸爸一样 对 因为其实年轻一代 总是会多一点点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想要走自己的路 对 不想要被匡限 对 对 不想要被别人说是靠爸族啊 或者什么的 没错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心理 对啊 会想要有自己的发展嘛 对啊 但是也许 终究还是会觉得说 其实 自己的爸爸在做的事情 也真的是蛮伟大的 那何不跟他一起呢 如果他能够突破这个新房的话 我觉得他们父子之间 应该就可以有很好的 情感的连结会在产生 对啊 你看像李国秀 他的小孩就是走 走剧本 走电影 也是有点相关 可是不完全一样 对对对 对啊 没错 好 那所以呢 这一个阿克 他把这个椅子送给信一之后呢 他们就 开始有更深的连结嘛 我觉得几乎是把他当作 另外一个儿子看待了 嗯 然后他就想说 诶 那你们这个 领眼不够 领眼叫做 Ekistola 就是Extra这个字 就是多出来的 临时演员 不够嘛 就是要找更多的妇女 来这个 呃 担任里面的一个叫做 妇女竹枪队的成员 然后这个阿克呢 就非常热心的把 全村的妇女都叫来了 不是只有 整个日本只有六千人吗 哈哈哈哈 他这个镇也太大了 也没有很多啦 大概就几十个 这样子 好 然后这些 呃 竹枪队的女性 他们都是完全素人嘛 嗯 然后呢 Koichi就是要开始 先迟导一下 因为他是导演了 他就说 大家 皆さんは 爱する人を ゾンビに 殺されるんで 怒りを込めて 竹槍を ついてください 皆さん 各位啊 爱する人を ゾンビに 你们爱的人呢 ゾンビに 被僵尸 怎么样了 殺されてるんで 因为被这个 僵尸给杀掉了 心里真的很气愤嘛 所以呢 怒りを込めて 心中怀着怒气 然后呢 请你用这样的 怒气的感觉呢 竹槍を ついてください 去把你们 竹枪往前刺吧 好 刺向你们 所恨的那些丧尸们 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大家就想说 哈 什么意思啊 我爱的人 什么意思呢 这时候 其中就有一个妇女 就说了 啊 就举个手 あの 愛する人って 什么是 爱的人啊 什么是爱人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然后这个时候 就旁边有一个 伯父さん就冲出来 说 喂 課長 哎 孩子的妈 我跟你讲啦 啊 在说什么呀 这个阿伯就继续讲了 俺が殺されたと思え 好 就是 你就想啊 是我被杀了啦 ほら 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妇女就说 ピントコンな ピントコンな 就是 没感觉 什么啦 你被杀 干嘛屁事 他是他老公 对 对 然后 这时候 就大家哄堂大笑嘛 我觉得 就是找一群 都是认识的人 来当临时演员 非常的有趣 他们会 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所以他们在做 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应该是 配合度会比较高的 嗯 对 好 我觉得在这边呢 又开始有 这个剧组 又有更多的新的变化 就是因为 这些零演过来了 他们的感情变好了 然后呢 就是 这个时候 托利就是那个 助理导演就说 哎 他们在练习 是不是要找一个 类似队长的人 来带领他们 这样子一起刺啊 喝啊 这样子 这样吆喝 可能会更有气势呢 然后就选了 刚刚那个妇女 就是来当做队长 然后呢 拍着拍着 这个摄影的人 就是摄影师 哦 カメラマン 这个男生 他感觉他非常慈身 他每次都在 拍摄的时候 就问那个 Koichi说 到底要不要拍 是要拍呢 还是不要拍呢 嗯 然后Koichi 他原本都是 呃 すいません 我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就请你拍吧 这样子 感觉非常的低贱的身份 导演很低贱 对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 カメラマン 他就跟他问 就跟这个 Koichi问说 诶我觉得这一场戏啊 可以加上滑轨来拍摄 嗯 对 让这个场景 可以更加的壮阔 这样子 对 对 然后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也觉得非常感动 嗯 就是有时候 就是要见机形式 然后你可以 呃 想方设法 让这个场景 或是这个拍摄成果 变得更不一样嘛 原本这些 呃 成员们 这个工作人员们 他们并不是 那么的热衷于拍片 这件事情 他们想说 我就把这个事做完就好了 然后也没有说 非常的认真 热忱 但是呢 因为看到了临时演员 这么的认真的样子 他们也觉得 我们必须要努力下去 诶我觉得这跟 社造很像 社区营造 嗯 就是社区营造 有一开始 可能就只有一个人 在一头热 对 然后可能很多人 都没有感觉 可是当他们看到 社区开始一点点改变 然后开始就 有些人凝聚 然后越凝聚 就越有力量 是 然后可能 就大家就开始在乎了 而且不是一个人的在乎 是变成一整个群体的在乎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拍片 也是一个很好的 社造的一个亮点 的一个动力来源 对 所以如果有 有一个社区 他想要凝聚大家的 相信力 其实不妨就可以拍 社区的故事 哦 对 因为其实我们 真的有访问到 用这个电影 来社区营造的 是 这样的案例嘛 对 然后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 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演戏基础 但是大家就是一起在这个训练 其实重点是过程 对 这个过程是很珍贵 而且非常非常的难忘的 对 会让整个社区的人觉得 我们在做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最后手印的时候是 整个社区的一起这样子看啊 对 像我记得那个什么 只有大海之道 哦 真是 这部电影也是 凝聚了兰语的很多很多的小孩 还有家人 就是各种的村人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 他们手印会就在兰语办 我觉得那个场面 真的很动人 真的 超棒的记录 对啊 对啊 好 所以这场戏拍摄完之后呢 阿克就越来越认真的投入了嘛 包含他开始帮忙指挥交通啦 找更多灵眼来拍摄啦 甚至他商界他朋友 那个三岁的小朋友 当做僵尸 因为僵尸突然就是 本来要拍摄 那个临时宜员跑走了 这样子 就请这个朋友的小朋友来演僵尸 这样子 哦 所以这个前面的伏笔就在讲这个 对 我觉得很多的地方 就是可以从小细节来去发现 这样子 那 就是这些人 他们在拍戏完之后啊 其实他们都是原本都有工作 比方说他们要夏天工作啦 本来是在车站检票的人啦 等等的 他们下戏之后就带着这个 Zombie Mac 他们的这个丧尸装 就继续工作 还会吓到就是搭车来的人 对 这样子 对 好 那这一切的一切 我觉得都 非常让人感动 所以呢 在阿克心中 他也是更多的好奇 就问这口一集说 你到底为什么要拍片啊 你原本看起来就是好像 异性阑珊的 好像没什么自信 现在好像好多了 不知道你当时的动机是什么 嗯 口一集就说 一开始是我爸买了摄影机啊 好像是为了要拍运动会吧 可是后来就慢慢没有再使用了 我就把那个摄影机 拿来拍着玩 这样子 大概就这样咯 然后呢阿克就说 哇 这样你爸看到你这样子拍电影啊 当导演 一定很高兴吧 这个口一集就说 没有呢 他才不会高兴呢 他应该很后悔吧 嗯 然后阿克就说 为什么呢 口一集就讲 因为我家是开旅馆的 对 看也是在家业的问题了 对 而且我是长男 所以呢 我背负着 我必须继承家业的压力 我爸看到我 就是不继承家业 去拍这个电影 我爸一定是很不爽的吧 嗯 所以他应该很后悔 买了那一个摄影机吧 嗯 对 这个时候呢 阿克就讲了以下这段话 嗯 他说 后悔这种事情啊 没这回事 他才不会后悔呢 为什么呢 自分の買ってきたカメラが 息子の人生 買えたんやわ 自分の買ってきた 这是我自己买来的 カメラ 就是摄影机 怎么样呢 息子の人生 儿子的人生 かいだんやわ 好 这一个摄影机 改变了我儿子的人生呀 嗯 他又叹了一口气说 啊 嬉しくて しょうがないやろうな 他一定是高兴的不得了吧 嗯 我觉得也许 他也是想要把自己 对他自己儿子的心情 告诉 こいちば 我觉得这里 他诠释出一种 很微妙的心理 就是有些 有些人 他对外人 比较能够 坦率的说话 对 敞开心房 是 但是对于自己的小孩 怎么样都说不出口 我相信他的小 即使是 阿克有这样的领会 可是他面对自己的小孩的时候 应该也说不出自己的话 对 对 这就是很 很微妙 就有些人 可以教别人 可是 很难教自己的小孩 当然很难教啊 对 对 但是我觉得 好像 有点纳闷 好像 明明这应该是要最亲的 家人 可是 却不能够把真心话 告诉对方 对 就是我觉得 可能是东方社会的 这种 这种 长幼的那种 压力吧 长幼有序的那种压力 嗯 可能导致了这样子的 隔阂 我觉得很可惜 是啊 如果他能够更坦率一些的话 也许父子的关系 不会那么紧张吧 对 好 那Koichi就是小力寻 他就是担任导演 他虽然说 看起来没自信 可是其实他有 非常多自己的坚持 包含说 就是有一场戏呢 他有一个 非常重量级的老牌演员 嗯 来到现场拍摄 他就是一个 算是 特别出演的一个角色吧 对 对 这个男生 在戏里面叫做 鱼场进二郎 他是负责演一个 类似领袖的角色 对 然后他是那个 山崎努饰演的 嗯 就是 送行者的那一个 呃 礼仪社的老板 社长 对 对 他真的很会演戏 对 对 好 然后呢 在拍摄过程当中 其实他的痔疮发作了 哈哈 他没办法好好坐着 讲他的台词 所以他就是中间 在拍摄过程当中 蛮不舒服的 所以 所有的人都说 就跟这个Koichi导演说 拜托 等一下就速战速决 不管他做什么事情 就是 就算没有拍得很完美 就让他过好了 这样子 可是呢 Koichi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就是不停的琢磨 就是你刚刚啊 就是有一个台词 有个字眼讲错了 嗯 你刚刚那个情绪 有点不太对 可以再来一次吗 但是他都很不好意思 对对对 就是非常的谦卑的感觉 就是不好意思 麻烦你再来一次 对 然后正式要再拍了 明明就看到这个 老头子 他的这个屁股 真的很不舒服的样子 准备要拍了 然后呢 有直升机经过 好吧 只要再等这样子 对 总之呢 就非常艰困的 终于拍摄完成了 嗯 然后呢 这个老头子就 晚上就约 Koichi来喝酒 哇 好恐怖 是不是要来算账呢 对 并没有 嗯 就是Koichi非常紧张 就说 あの僕 何か 请问这个 你找我有什么事呢 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山崎努就伸出了手 直接要跟他握手 这样子 然后他们握完手之后 他就说 欢迎再叫我 之后再叫我来拍你的电影吧 你真的很棒 导演真的太棒了 导演真的是最大的 他他真的有权利 叫他讲几次 他都要配合 真的哦 没有什么 对啊 演员带大牌 但是如果 你如果把这个 对艺术的坚持展现出来 如果真的伟大的演员 他是愿意配合到底的 即使是你痔疮什么的 那个都是 痛苦是一时的 那是他个人的事情 对 痛苦是一时的 可是你作品留下来是永恒的 哇塞 这句话非常的对 对啊 你真的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会琢磨很多东西 因为这个是要留下来的 而且他们会被一直传送着 对 好坏都是 对 如果是一个错误的东西 你半夜漏夜都要修好 就是你不可能让他一个 我就是我会无法忍受 出去一个烂东西 对 所以当 我觉得如果你的工作 你有让你有这样子的 的想法的时候 那你就是 这是 这是你的使命感 对 真的 我觉得导演啊 我以前在 在电影戏的时候 我也有曾经感受过 就是拍片有多么不容易 可是 我真的有 有一个作品 就是我们有一次的分组作业 其实就是 那不是我导演 是我一个 他是一个外戏生 但是你知道外戏生 他们来修我们的电影 他们就会更珍惜 对 对 那这个作品其实说真的 真的是 没有很好 对 我自己也没有 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很多事情都不是很成熟的 但是 他就很坚持 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拍 然后甚至是 我那时候我们那个整个组啊 其实是有点分崩离析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比较是 就是没有说很有凝聚力 可能就只有导演跟我比较好 然后我是负责摄影的 然后反正就是 我有感受到他最后很无力 对 就是跟这个信一有点像吧 哦真的 对 就是他有点叫不动那些 对 就连庆功宴都懒得去的那种状况 哇塞 就是没有这个归属感的感觉 对 然后但是在放映当天 然后也是 好像也是到最后一刻 才把作品完成 而且也不是那么完美 反正我们也最后成绩 也是低空飞过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导演 也让我看到他真的多爱电影 就是他其实是 没有说很好 但是他就是我自己拍的 我要把他 对 我要把这个故事完成 对 那个就是一种使命啊 对 然后后来很高兴 就是看到他在业界 他后来是当 现在应该是在广告业吧 对就是拍广告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 这些学生作品啊 真的不完美 但是他真的是 可以淬炼出一个 对于艺术的坚持 对 是你会很难忘的 就是那些 对 你在学生的时候 那些很青涩的东西 用很低廉的器材 然后还有很 非常非常不完整 课难的方式 对 可是 他就是一种磨练 然后就让你知道说 哦 其实 你就是有这些过程 但是你不放弃 你坚持到最后 你最后就会有很好的发展 对 所以我在看到我的同学们 有这么 现在在业界都有很好的发展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想说 诶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会问我啦 就是像世新大学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教电影的学校 嗯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 没有所谓的好学校 嗯 因为 因为你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器材嘛 然后其实都 一定都有它的困境 对 可是 就是 这么多分组的作业中 我觉得 就是跟这些人的磨合 就是最好的训练 对 因为你在出社会之后 你 你跟了所有的剧组 也不一定完全是 投你所好的 一定的啊 可是你有在大学的时候 你有这些经验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 诶其实我 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你都要在你的剧本 后面写一个很大的自己 对 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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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信仪 它的剧本 最后面就有一个几分 我就看了之后 非常有感觉 就是 你要在 现实跟 自己的理想中 你要取得一个 很好的平衡 是 然后但是 即使是现实都 不允许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可以 提醒自己 不要失去你自己 哇 对 真的是这样耶 真的是 每一个 不成熟 不完美的作品 都是让你变得 更好的一个过程 对啊 嗯 是 真的很感动 对 所以就是在这个电影拍到了最后 嗯 有一场戏 是必须 呃 人类跟僵尸们大对战 这样子 它是一个最后的一场杀青戏了 对 可是呢 天气不好 嗯 哎呀 可是呢 怎么办呢 就是 下雨了 对 下雨了 然后呢 真的是拍到最后一刻 只剩下一场戏的时候 就下起倾盆大雨 对 哎呀 到底怎么办 他们真的是 真的要在那边等到雨停吗 可是雨停之后 这个天气变好之后 他们真的还能够如预想的把他这个作品给完成吗 他们非常担心 所有人都在等待 在这个遮玉棚底下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然后大家都在等Koichi下指令 嗯嗯 这个时候 这个Koichi就开始看他手上那一个剧本 上面就写大大的基本 就是自己这两字 对 好 我应该要就是坚持把这个作品给完成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男子 他从远方奔过来了 对 他穿着橘色雨衣 就是阿克 对 对 他其实原本有其他事情 就是要参加他的这个太太的第三年的忌日的丧礼 这算是一个仪式 对 做完之后呢 他就急急忙忙跑过来 就很大声的说 晴れるぞ 嗯 会放晴的 对 根据我的经验 这个态势啊 等一下会有一点点短暂的时间 会放晴的 嗯 所以我们就等吧 好 然后大家就问说Koichi怎么办呢 好 我们要等 我们就拍吧 就请大家 穿着雨衣啦 好 撑着雨伞啦 就全部到那个空旷的草地上面 等等等 就真的 云开天青 对 阳光洒下来了 对对对 他们就撑那个时候 就拍完了那一场戏 而且其实 你要讲一个 就是他的 耳朵旁的小声音 对 对 来你讲一下 你前面还没有讲到 对原本就是 他在拿这个袜子的时候 想说今天到底要穿哪一双袜子 准备拿黑色的时候 耳朵里面有个声音说 Kuroa やめとけ 就是 Kuro今天不要穿 今天不要穿黑色的 那是他自己 会随哦 就是他自己的声音 对 他就想说 那我去拿蓝色好了 Aomo やめとけ 好 蓝色的也不要 你会随 只好拿这个别的 这个花色的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他到底要不要拍摄 他到底要不要 就是把握这个时机的时候 他耳朵响起的这个声音 就是阿克的声音 晴れるぞ 是会放晴的 你一定要拍 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等待 已经云开天晴了 这个阳光洒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资深的摄影师 就非常大声的说 やるの やらないの 拍还是不拍呢 这个时候 Kuroichi就非常非常大声的大喊说 やるに決まってんですよ 当然是要拍的啦 本番です 本番 写本番的两个字 就是正式来吧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非常把握这个黄金的机会 这个时间 就来一次正式的 对 よい はい よい就是准备 预备 はい 就是就开始走吧 对 就开始拍了这个 这场戏 一次完成 而且拍摄完之后 开始下倾盆大雨 哇 真的是神奇耶 太戏剧化了 对 这可以说嘴一辈子 真的 我看了之后 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 就是你说伐木工人 他好像 好像就是像日复一日 在做非常枯燥的工作 可是 他的价值在哪里 他会堵天气 对 所以叫做 啄木鸟鱼鱼 对 他知道 这个天气变化莫测 可是 什么时候会放晴 他是 有感知理的 对 所以他可以把这个能力 刚好用在拍摄电影上面 对 谁说 这个工作是没有用处的呢 每一个工作 都有价值所在 对 然后就是 我觉得他 在很多时候 他都用那个 打破迷信这个想法 像之前 他们两个人 就是说 不吃甜食嘛 对 但他们在有一次 吃饭的时候 就是 那个服务生 送上甜食来 然后他们就 就一人一口 就很快地说 真好吃 真好吃 对 原本这个 Koichi还不想吃呢 对 但一吃就觉得 为什么不吃呢 对 对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 你自己给自己的设限了 是 但有时候你就放开来 你就 诶 可是这样感觉很像会成为 就是大家 就是那个 想要一直 就是 比如说 应该要减肥啊 就一直觉得 哎 没关系 不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说 他给自己设定的那一种 好像是 怎么讲 这叫什么 禁忌吗 是禁忌 有些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有很多迷信 然后就是说 会有一些 禁欲主义吧 就是你知道那个 有有有 比方说我要吃素啊 不然的话我就怎么样啊 什么的 对 对 但是 其实有时候 你会发现 即使你这样做的 也不一定顺利啊 那还不如 快乐享受每一天 啊 真的 所以真的会胖死啦 对 就像是我们在订鸡牌的时候 就是主持人 我们有主持人就说 这鸡牌 会很容易 那个哎 就是 生病啊 或什么 没关系 就吃 然后我们就 有一个同仁 就 义正言辞的说 人都有意思 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当下 可以想象 他应该体型是 蛮滋润的 对 那电影就说到这边 虽然说我破了全部的梗 可是我真的觉得 大家一定要去看看 如果你对你的工作 就是感到有瓶颈 觉得 我到底为什么要在这边呢 自我怀疑啦 或是 你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你的工作 也没那么讨厌 但是也许你需要一点动力的话 你很适合看这部电影 我们虽然很 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做节目 可是 在回归 就是一集 就是一个小时又三十分 因为我们前面都在忏悔啊 对 那这部片的最后的片尾曲 我也觉得 还蛮值得一听的 就是新演员 他 他 创作的 对他创作的这个 就是底片 这个 这一首歌 应该算是 电影的意思啊 film 不是 软片 底片 应该就是他的胶卷的意思嘛 对 可是他就被引称为 影片啊 film 对 对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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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直接用这个单字来说 也可以叫底片啦 对 对 这首曲子 想必他应该是特别为这个电影做的吧 我相信是的 对 因为我看 听他的歌词 我感觉是 真的是跟这个 这个主题是 扣合的 对 而且他的MV里面都是一大堆僵尸 对 还蛮有趣的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我会把这个相关的连结放在说明栏 这个MV里面呢 有一些片段是在台湾拍摄的 他又来台湾开签唱会 然后有一些片段被剪在里面 嗯 这部片真的是 对啊 让我觉得很开心 看完我自己有 真的有勾起我一些回应 然后也会让我觉得 诶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再来拍拍电影 对啊 为什么不行 手机就可以拍了呀 对 现在拍电影的门槛降低很多 是 对 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 现在是导演嘛 就是编导 然后他就是有一天就拍下他 就是历年来的那些 就是摄影机 从八厘米到 就是到 反正就是他 我觉得拍电影的人 喜欢拍电影的人 他就会有一个 怀旧的心情吧 就是即使是 现在可以用手机拍 可是他不会丢掉以前的那种 对 很克难拍的 那种胶卷的东西 其实拍照也是啊 很多人还喜欢用那种 底片 对冲印的方式嘛 对 因为那个没有 没有办法取代 他是一种 温度 手感 对手感 然后文青的感觉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 怀旧的人 然后你是一个 很喜欢 老旧的东西 其实 我觉得电影 那个胶卷的感觉 真的是没办法取代的 然后他那种 因为你知道电影 很多术语啊 其实是 是跟胶卷的那个形式有关的 对 比如说我们 呃 西洋的 就是美国的话 他们讲的那个预备 嗯 其实不是预备而已 他是有 Role 就是 开始转动 哦 对对对 对对 就是开始要转动 没错没错 日文也是耶 日文是用 Mawarimasu这个字 对 就是转动的意思 就是准备开拍 对 那现在没有教卷 可是我觉得 我还是觉得 听到这个词 你会有很有那种 就是 因为我觉得那个转动啊 是有一种 浪漫的情怀 对 就是时间在走 然后 呃 光影被记录在里面的 那种氛围 我觉得那个是 不可以取代 既然都这样说 我就分享 呃 几个跟电影有关的单字 好吗 好啊 对 好 你刚刚提到 那个胶卷在转动嘛 它其实就是 呃 也有一个词 跟这个摄影机 是有点关系的 就是开拍这个字 嗯 开拍叫做 crank in crank就是呃 英文是crank 它是呃 把手的意思 哦 对 就是当你把把手 就是可能是呃 启动之后呢 这个原本手动式的摄影机 就开始转动嘛 就开始拍摄 所以crank in 就是有开拍的意思 那crank up 就是这个 把这个 把手抬起来 可能就是让这个 动作结束 嗯 那就是杀青的意思 哦 对 很有趣哦 是啊 就是这样 那我再分享几个哈 就是crank up 就是导演嘛 cast 你知道什么吗 卡斯 对 就是cast 这个字 就是电影跟戏剧当中的 演员的意思 staff 就是staff 这个字 好 就是工作人员 嗯 对 那里面还有一些 其他的演员嘛 就是 ekistra 就是临时演员的意思 extra 对 就是跟那个什么 呃 呃 就是像村民啦 或是一些丧尸啊 他们都是临时演员 嗯 然后呢 你在拍的时候呢 你可能先需要彩排一下 它叫做test test很多意思 像考试啦 或是测试啦 这边就是彩排 预先彩排的意思 嗯 接下来你就要进入 正式开拍 就是home番 就是这个字 本番 本番 正式来一次 好 嗯 还有一个就是 结束 就是这一个进的结束 要讲cut 对 cut就是减这个字嘛 对 cut 对 好 然后你看一下 就是说 就问导演说 是不是ok呢 ok desu ka ok desu 就是ok的意思 嗯 对 其实都很多啦 我觉得跟英文都蛮多 类似的一些发音 对 对对对 如果你喜欢电影 你想要知道拍电影 是怎么一回事的话 非常推荐你来看这部片 叫做 琢磨鸟鱼鱼 嗯 超好看 嗯 对 好 那我们下次再聊咯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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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子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